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大家到了墾丁恒春呢 要不就是陽光沙灘米基尼 要不然就是去阿嘎的家 在恒春夜市旁呢 有一處神秘的舊倉庫景點 在被改造後呢 成為網紅必須的打卡景點 讓原本的廢墟 有如鬼屋一樣呢 瞬間點石成金 今天就讓我問你微微到來吧 那裏霧 紐克工廠呢 它原本是全亞洲最大的麻省加工廠 後來因為妮隆取代了窮麻 所以整個工廠就逐漸的沒落了 那放在那边大概也就是气质了大概34年左右 后来呢有一个来自新菊的女孩 她南漂到了墾丁在那边工作 那在那边前前后后待了13年呢 就发现说啊 看尽了这个整个墾丁观光的大起大落 那刚好呢 她非常的喜欢泰国文化 那非常的向往就是泰国那种创意市集 那样的活力跟氛围 还有很多年轻人可以来这边创业 所以当她看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呢 她就决定打造一个台湾版的chart to chart 纽购窗库在创办人沉租下来后 她与友人以环保概念出发 到回修厂收集各式破铜烂铁来布置窗库 许多家具呢都是废物利用改造后的作品 里面很多都不乏是以前整理窗库时 所发现的废弃木材和物品 改造后的家具都非常的有特色跟味道 但即便如此 前前后后还是花了近一千万整理场地 牛购窗库在2018年的秋天开门 里面包括有烧烤店 三家酒吧 古卓店 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实验基地 它里面还有一个滑板厂 因为恒春恒丁的冲浪文化很盛心 但却没有一个好的滑板场地让大家来练习 因此牛购窗库的主人特地与Red Bull合作 在这边设置了一个滑板厂 让大家来这边可以练习 在牛购窗库感觉真的非常的放松跟慵懒 每一处的空间跟摆设呢都有非常不同的魅力 没有统一的风格 但是非常具有个性跟创意的发想 很自在又很奔放 许多游客经过的时候 常不经意的被灯火还有音乐声吸引而来 牛购窗库呢 它是位于恒春的市中心 其实本身的位置还有附近的生活经历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但是呢牛购窗库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呢 变成一个复合型的娱乐空间 其实它这样可以去导流到更多的观光客进来 而且像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就发现附近已经有很多近这一两年来才开的民宿 还有一些文青小铺 所以可以证明说其实一个地方它好好的改造之后呢 确实是可以为当地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机会跟商机的 那期待呢未来有更多政府或者是地产影响力投资的力量 可以一起进驻共享盛军 然后来完成它的梦想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点击on 点击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